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表操作修改表 创建表刚才已经回了 是不是 创建表create table 那修改表呢 删除表我们也回了job table 对吧 那修改表怎么来看 表的操作也是增删改查 查就show tables也学了 现在就成改了 对不对 来看一下改表如何来改 改表用out table out table 刚才我们改字符集 是不是也用了 在字符集说out table加表名 charset等于什么 utfmv4 刚才修改表字符集 已经用过了 对不对 然后修改表呢 还可以修改表的一些字段长度啊 修改表的类型啊 或者增加一些表字段呢 都是ok的啊 比如说 我现在t1表吧 就说t1表吧 select 行 from t1表 看一下表里面的数据啊 不要有这么多数据 是不是 我可以把我dsc 查看一下表结构啊 t1表 你回车 你可以看到 内蒙这一列 现在最大数据 只能存什么呀 10个字节的数据 不能再多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insert into 插入一些数据啊 t1表 values value 括号 该第几条记录了 第五条了吧 逗号 然后写个什么呢 这个我写的长度长一点 比如说 abcdefg 然后 总共几行了 几个数据了 123 45678 90个了吧 我再来一个kkk 啊 13个 对不对 然后逗号 写个什么呢 价格 价格 22.33吧 然后在这一汇车 你看 爆错了吧 爆的什么错误啊 data too long for column name 说这个数据啊 太长了 对于这一列来讲 为什么太长了呢 就是因为 我这个限制了 只能十个字节 你已经超过十个字节了 如果说 你看 我把后边的kkk去掉 正好十个字节 一汇车 你看 进去了吧 对吧 slexing from这张表 你再看一下 数据是不是正常进去了呀 这就是这个约束条件的意思 好吧 那么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可以 如果说 我就想 现在想插入一下 比较长一点的数据 我就可以改这个表的 这个什么呀 限制条件 比如说 直接改他这个 把这个差给他改成20啊 怎么来改 alter alter table 提一表 把什么呢 name这一字一段 给他改掉 差 括号 写个20 好吧 看我写的语法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哦 还多个multipide 少个multipide啊 修改字段 前面再加一个multipide 题表 multipide 修改 我现在要修改题表 啊 然后去修改题表的内幕列 好吧 这样写啊 回车 写完了吧 然后再来看表结构啊 看 这个地方上变成了20了吧 我们再去查这个数据 刚才这条记录查不进去 这条记录查不进去 对不对 改个6啊 然后再查进去了吧 dsc 再看 提 啊 再查看 查下所有数据啊 你看 进去了吧 哎 这个是什么 可以修改数据 修改这一列的数据类型 out table 好吧 然后注意还要加上一个multipide 好吧 这是修改它的什么呀 这个类型 既可以修改类型 又可以修改类型的什么呀 一些限制条件 比如长度 啊 明白这意思了吗 哎 这个不用太过过多研究啊 我们用的很少 关于表的修改呀 删除啊 增加呀 这些我们其实用的很少的 我们主要是查询语句select 查询语句 查询行数据 或者是查询表 show tables 好吧 哎 所以这些语句呢 你练一练即可啊 按照我这个 我这个实力练一练即可 不用太过深入研究啊 然后还可以什么呢 比如说增加字段 啊 比如说我给TVL增加个字段 啊 增加个什么字段呢 增加个A字字段吧 好吧 我就可以这样啊 A L T E R Alt Table T1这一列 然后ADD 提表 然后加一个字段 加一个A字字段吧 然后类型是什么呢 也是Intel类型 年龄没有小数吧 对不对 那就Intel类型啊 然后在这 哎 一汇车 然后DS 然后select的星 查询一下这个表数据 你看这里面多了个A字列 我说了默认是可以被空的啊 所以说这个A字列 直接就可以加进来 看见没有 它默认加在哪了 加了整个表的 是不是最后一列啊 对吧 我还可以把这个表加到什么呢 加到第一列去 把这一列加到 加到什么 第一列去啊 如何来加啊 等会儿啊 这个列呢 我们可以删除它 我加上这个列之后 我可以删除它啊 叫Alt Table Alt Table T1 EVL Job A字 就可以把这一列删掉啊 我们先说删除列啊 Alt Alt Table T1 然后Job 删除某一列啊 删除哪一列呢 删除A字列 然后在这一辉车 删完了 再过来看 这一列没了吧 那我现在 把这一列加到第一行去 我就可以怎么加呢 这样讲 然后后边加一个 就这句话啊 Alt Table ADD这个啊 加上FIRST 一辉车 查试完了 再看这辆表 第一列变成什么了 第一列就变成A字了 好吧 然后我再把它删掉啊 然后还可以怎么加呢 把这一列 把这一列 我可以加到任意列的后面 怎么来加 这样加 这后边不跟FIRST了 写个什么呢 After A F T R After哪一列呢 After比如说 我把它插到内蒙列后面 好吧 然后在这一挥车 再来看 你看这一列插到哪了 是不是在内蒙列后面了呀 这就是控制列 好吧 有FIRST和AFTER 有前面那个FIRST 和这个AFTER两个关键字 就能想把 就能把这一列 想就是插到任意列位置 好吧 没有before注意了 没有before啊 没有比方关键字 只有FIRST和AFTER 他们两个就完全可以控制 所有的位置了 行 然后这是 关于什么呢 就是表的一些修改 表的修改 然后我们说一下表数据的一个 删除和修改 修改 刚才 我们查询数据 现在说到行数据了 表的操作就已经完事了 完事了 现在我们说一下行的操作 说一下行的操作 比如说我想查询第一列的数据 我们说怎么查来着 是不是select 新 FROM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 Limit 1 就去第一列了 对不对 那现在比如说 我想 想查询什么呢 想查询 NAME和A之列的 我们说我可以怎么写 是不是在这写个 NAME 多号A之列 然后再多号 如果再想看价格 就press 一汇车 三列数据都出来了 对吧 这是指定列 来查询数据 那还可以怎么查呢 比如说 我就想查询 NAME等于 Jedden的这一列 这一行数据 我只想查询这一行数据 或者NAME等于 王的这一行数据 我可以怎么查呢 可以这样查 select 新 FROM 什么呢 这个体表 然后where where什么呢 whereNAME等于谁呀 等于王的 这一列 这一行数据 走 你看 王这一行数据就出来了 这叫什么呢 这叫跟筛选条件 where筛选条件 我去这张表里面 查数据 查哪一条数据呢 查询 NAME等于王的 那个位置的 那一行的数据 NAME那一列 等于王的 好吧 明白这意思了吗 这是他 行 这是查询数据 然后再说什么呢 数据查询 增删改查 增加数据 insert 对吧 查询数据 select 然后删除数据 叫delete 修改数据 是update 这是数据操作的 几个关键 关键字 好吧 比如我们删除一条记录 删除一条 我们现在select 新 FROM T4表 如果没有加分号 你就会看到这个箭头 表示什么呢 你这个sircle语句 还没有结束 你还可以接着写 好吧 还可以接着写 我就不接着写了 我就直接 再加个分号 再一回车 就结束了 对吧 这里面有一行记录 是不是 我们再看T3 T3表呢 T3表有两条数据 有两条记录 对吧 那现在啊 比如说我就 我想删除数据 删除这个表的数据 我可以怎么删呢 叫delete delete from T3表 delete 如果你直接写了 某个表名 后边没有跟任何的 其他的删线条件啊 这是整个把所有的表数据 全清空了 看到 一回车 再来看T3表的数据 空了 一条都没了 所以说删除数据的时候 要小心 后面 别直接加表名 你即便是加了表名 后面也要加一些其他的条件 不然一删 就把表全删了 数据全删了 好吧 然后再来看我们select 新from 从T1表 再看我们的T1表 T1表里面是不是有这么多数据 对吧 比如说我就想删除IDV6的这一行数据 IDV6的这一行数据 我就可以什么呢 delete from T1表 where ID等于个6的 在这一回车 这就删掉了 然后再看T1表 你看 只有那6那一行数据删掉了吧 一至五行的数据是不是还在 对吧 我还可以怎么删呢 我还可以删除 比如说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 比如ID等于5的 ID等于5 ID等于3的吧 并且 暗的 什么呢 Name 等于 Jaden的 就这一行记录吧 同时满足这个条件的 这两个条件的 是不是就这一行记录 对不对 然后再这一回车 又删掉了 再看表 里面 第四行记录没有了吧 这一行记录就没有了 这叫什么呢 删除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那一行记录 这叫多条件 筛权 好吧 兄弟们 然后还可以干什么呢 除了按的之外 还有个2 2关键字来连接条件 按的是连接了两个 就是同时要成立的一个条件 2是连接什么呢 2是连接 要么ID等于4的 要么 内蒙等于它的 比如说我在写个 ID等于3 3是王这一行记录吧 对不对 2 内蒙等于什么呢 等于流 等于流 流 内蒙等于流的 是不是这一行记录啊 对吧 那么这两行记录 就会都被 都会被删除 ID等于3 满足条件的 把它删掉 或者 内蒙等于流的 这一号记录 也给我删掉 好吧 这就是2这个条件 多条件 连接的是两个什么呀 不是同时成立的条件 只要成立一个 是吧 就给我删掉 明白这意思吗 走 再来看 看 2 3数据 好像数据是不是都没了呀 明白的意思吗 这是2和and的区别 and的是要两个条件 同时成立 2呢 是两个条件 成立一个 就满足 就可以删除 明白吗 当然了 这个条件不仅仅 where条件 不仅仅用于delete select 查询 也可以用ware条件 好吧 update更新 也可以用这个条件 明白 意思吗 也就是说 删改和查询 都可以后边进ware条件 都可以接ware条件 插入数据 不用接ware条件 就是改 删 查 可以用 行 然后再看修改数据 修改数据 叫update update update 然后 比如说 我看看 我T2表里面 有多少数据 select 行 from T2表 就会这 T2表里面 有这么 两号数据 对吧 两号数据 那现在 比如说 我要更新什么 我要把 手机号 都给我更新成 123456 叫update update 然后T2表 然后set 我要更新 第二张 T2表 更新什么呢 就set 把phone 的数据 给我改成什么呢 66666 然后4个6 在这一汇车 来 你来看 这里面提示我们什么 两处改变了 两行被什么 被影响了 两行被影响了 两处被改掉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 T2的数据 你会发现 这两行的phone 都变成了666 也就是说 我们这种写法 是什么呢 把这个表里面的 这个字段 统一都改成某一个值 甭管就是哪一行 统一改成这个值 这其实并不太好吧 对吧 一般情况下 我们修改数据是什么呢 我们只想修改 比如说 某一行数据的 某一个字段值 对吧 它手机号 之前输入错了 现在又换成新的手机号 比如说 之前的手机号改了 它又换新的手机号 你是不是找到这个用户 把这个用户的数据 这个新的手机号 替换一下就行了呀 你别不能把 这个手机号 替换到所有用户数据里面去 那所有的用户的数据 手机号都变成它了 不合适 对不对 所以说再来到我们的T表 Select新 FromT表 T表现在有这么些数据 对不对 比如说 我就想把Jadon用户的这个价格 给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66.66吧 好吧 那我就可以Update T表 Set 改什么呢 改Press 字段 让它等于什么呢 66.66 但是后边我加个Wire条件 Wire Name 等于一个Jadon 也说我把 用户名称为Jadon的 后边对应的价格 给它改成66.6 好吧 再一回车 你看 它告诉你 一行数据的影响 改了一处 也就是说 我其实就改了一行数据 然后再过来查看 一回车 看是不是只有这一行数据改掉了呀 对吧 哎 这就是Update更新 我们改某条记录的对应的字段数据 就这么玩 好吧 兄弟们 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行 然后再回来翻看一下 我们修改什么呀 root用户的密码 修改什么其他用户的密码 还记得吗 是不是用了个set password for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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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个直接运行这个语句 他会自动找我们什么呢 my circle下边的user表 来将密码字段 这个用户的密码字段 改成什么呀 这个新的密码 好吧 哎 这是专用 这句话是专用给谁呀 专用给修改user表里面 用户密码用的 明白一方 行 然后这是咱们说的 这个什么呀 这个表啊 表的数表的操作 数据行的操作啊 就说这么多 好吧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数据类型啊 你像印的整形啊 整形 这个形写的不对啊 整形 是这个形啊 整数类型 其实它分很多种 我们说印的 就是整数类型 对不对啊 但后边除了印之外 还有什么呢 tiny int 叫小整数 small int tiny int 叫很小的整数 啊 它只 只有一个字节的空间 啊 一个字节的空间 也就是它是从0到255吧 0到255 就不能再高了 这个数据 好吧 small int 两个字节 两个字节 来存什么呀 怎么语节啊 字节啊 两个字节 来存这个 证数 你用的字节 能存 就是你 数据 能占用的 这个空间越大 你表示的数 数值肯定就越大 对吧 所以说 不同的int 啊 它表示的数值大小 是不一样的 一般情况下 int就够我们用了 int叫普通大小 四个字节 啊 四个字节的话 总共是能表示 多大的数字啊 呃 一个字节是八位 一个八位是 二到八次方 的数字啊 四个字节呢 是二到三十二次方 是吧 大概是 应该有个四亿 左右的一个数值 四亿左右的数值 也很 就是 基本上就可以存下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一个一些数字了 对吧 啊 数字了啊 然后还有什么 逼个印的大正数 八个字节的啊 然后字符算类型呢 还分什么呢 差和卧差啊 差呢 是固定的长度 差后边 我们经常创建的时候 是不是后边加个十 表示什么 哎 表示说 啊 十个字节 最长十个字节 不能再多了 对不对 啊 卧差呢 后边也是可以跟 跟什么 你自己给他指定一个长度 卧差也是字符算 但差和卧差的区别是什么呢 是一个叫变长 一个叫定长 什么叫变长 什么叫定长呢 是这样的啊 如果我们这个数据 我们那个 比如说内蒙列 设定的是差 十 那么 但凡是我们往内蒙列里边 插入数据的时候 比如说我插入的字节 是四个字节 超 就占四个字节 对不对 那么它在底层存储的时候 在磁盘上 也会给我们开 十个字节的空间 它就是十个字节的空间 十个字节的空间 十个字节的 来存你的数据 甭管你这个数据 有没有占用十个字节 我都给你开十个字节的空间 这是差 好吧 那Warchar呢 Warchar不一样 Warchar是什么呢 你虽然说这里面写了十 十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数据最大只能存十个字节 不能再多了 但是它底层帮我们存储的时候 它怎么存呢 它是这样存的 你比如说你存了个超 占四个字节 它就给我们开辟什么 四个字节的空间 你存了个八个字节的 它就给你开八个字节的空间 你存了六个字节的 它就给你开六个字节的空间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省空间 省什么空间呢 你看 比如这里面我就存四个字节 六个字节的空间 就什么 就浪费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Warchar就分配十个字节的空间 存这个数据 不管你多大 我就十个字节 这样的话 就有些空间会被浪费掉 除非我们正好存的这些字节数 正好都是十个字节 就非常正好了 对不对 那Warchar呢 是变长的 变长的就可以帮我们省空间 你四个字节好 那我就开辟四个字节 好吧 但是这个也不太好 不太好在哪呢 它的效率低 存数据和取数据的效率都很低 都比上面这个差低 为什么比它低呢 就是因为你想 我来比如说取超这个数据 我提前要告诉你 我要取四个字节的数据 而你呢 存储这些数据的时候 可能开辟的都是连续的空间 来存这些数据 你需要提前干什么呢 提前还要拿一个字节 来存什么呀 来存这后边这个数据的一个长度 比如我现在就想取超这个数据 你干什么呀 你得先来看超这个数据的数据长度 你保存的时候 你就要记录一个长度 保存一个数据就记录一个长度 为什么要记录它呀 就方便我们取的时候 你知道到底 这个name这一列 我找超 你给我取几个字节的数据 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字节大小的一个数据记录 你每存一个 比如你存了四个字节 那它就会计算一下 这是四个字节的数据 是吧 在前面记录一个四 你存一个八个字节呢 它在前面记录一个八 所以说每一个数据前面 都有一个什么呀 一个长度的一个记录 这就很麻烦 每次取数据 不管取哪一个数据 都要先看长度 然后再取数据 效率上就比它低 因为它取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十个字节 十个字节 十个字节的给你取 不用看什么长度不长度的 直接十个字节给你拿出来 所以说它取的就快 好吧 所以说各有利弊 但是现在呢 就是硬盘便宜了 硬盘很便宜了 所以人们都干什么呢 不用去省空间了 所以说就喜欢用什么呀 插这种类型 就要效率 空间这种东西很便宜了 明白的意思吗 行 还有什么的text类型 还有这个就不多说了 长门本类型 它有适合存一些描述信息 一些小说什么的 长的门本 你看最长的long text 可以存4G 4个G的数据 就这一个字段 就是可以存4个G的数据 行 然后别的什么了 别的就这些东西 回头我们遇到再说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好 重点接触的是什么呢 是行数据的增上改查 insert delete update和select 这几个关键字 重点是这几个行数据的增上改查 好吧 表的那个增上改查 那个简单记一下就可以 就行了 重点是行记录的增上改查 这个我们用的最多了 行 那关于这个呢 基础操作 我就说到这里 我听一下视频 我听一下这几个关键的增上改查 我听一下这几个关键的增上改查 我听一下这几个关键的增上改查